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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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其实他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出色 所以他必须要力求表现了 明辉搏击把他引到国内来 当教练也是想借重他在俄罗斯这种培养 奥运冠军的一些专业的训练手法 是 况且在教学的同时还能参加比赛 只是说这种外教也很残酷 你如果表现不好的话 就是我请你回家 这个贾马尔应该是原先有过拳击的训练 是 专业拳击 对 拳击跟这个踢拳都有 踢拳 哦 这个拳法应该很优秀 对 他的反 他的反架 他的后手拳跟后高扫是相当有威力的 那接腿其实他也接得蛮不错的 他现在第一局就在一直在做拳法的动作 对 他的高扫现在没有见识到 贾马尔曾经TK过这个黄振友啊 郑昭玉这些人 然后在武林峰也跟这个罗根 还有这个马罗恩打过 好 好 好 他在第一回合双方还没打开 对 都没有发力 是 还在还在处于一个在调整在试探 在寻找这样一个当中 找一个很好的进攻方法 没发力 没发力 孙维强也打过多场硬仗啊 像这个翼龙的对手 鲨鱼狼啊 还有这个麦干等等 嗯 那么说到这个 翼龙啊 鲨鱼狼啊 那么 在六月二日啊 在重庆 翼龙将 对阵鲨鱼狼 上 上 好 现在的孙维强 自己也当了俱乐部的老板 超强搏击 是的 然后第一局这个 贾巴尔一直在压迫式的往前推动 对 然后这个 孙维强呢 打了很多的进攻 拳啊 腿都有 但是没有找到一个 比较适合自己的方法 其实两位 其实他们的风格 包括实力 都相当的情况下 就是看谁先犯错误 啊 大家都在中规中去打 谁先犯错误 准备 哈 鲨鱼 好 高扫 这个贾巴尔防守抱的很紧 是 好 对 其实 嗯 像 他们俱乐部里面也说他打比赛有时候会稍微有点保留就老将了有时候怕受伤 对 变成防守多于进攻 对 或者他的年龄在此 所以说 对 就是 对 怕自己的体能不够 那但是呢我们比赛的话更看重的是一个有效的击打嘛 你光是防御的就进攻少是不行的 是 你看现在四平翔刚才做了两四后中早的进攻都很有效 是 这个是被压破了要小心 两个后手 对 哇 对而且而且对方开始玩耍了 代表他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小心 他划划划刀了 看一个小启西顶了一下 说明前的屁股 哈哈哈 你是比较乐意看着小细节的 是啊 而代表对方已经放松了 已经 玩一些小游戏了 对 本身在台上他其实就是一个 在松弛的状态下尽可能把技术发展的发挥到最好的这种状态 因为他会跟你玩小游戏代表说他觉得你对他没威胁性 没威胁性 嗯 他现在已经彻底放开了 因为刚才打了几拳有明显的命中 是 而且从第一回合到现在都是孙维强被压破了 对 是 你看又到角落 实力素质确实很优秀 是 哇 糟糕孙维强糟糕 糟糕 对 注意头部的防守 特别是在孙维强在出拳的时候 加马尔会找这个机会找到别人 这个孙维强回去他的力量训练可能还是要再加强一下 嗯嗯 特别 对 特别是出完拳 说往回收的时候 嗯 嗯 尤其在近身的身体对抗啊 这个很吃力量的 很吃力量 嗯 走 呃太滑了 放 孙维强在力量不如对方的情况下就必须用速度 速度啊移动 灵活 是 多变 这个时候应该不建议再起高队了 糟糕糟糕 呃现在体力完全下滑 体力下滑很多的话 容易摔倒 对 而且看出下盘已经没力了 嗯 才会被对方一蹬就已经飞出去了 是 这场孙维强很可惜状况没有找回来 对 特别是贾马尔的拳法 还是还是跟孙维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呃其实孙维强今天一上来就选择了这种防守反击 况且是一直在 在在在往后撤 对啊 往后撤 嗯 哇 这个 这回合已经变成雅马尔在表演了 是 他表演拳击的左右换击啊 在一个后高手 后高手的后拳踢 后拳踢 后拳踢的这种手撑地的后拳踢 对 好像卡布莱拉这种后拳踢 对 而且刚才玩了一个小动作在这里 对 呃 其实孙维强不应该再退了 应该其实往前点一顶还好 对 因为你越退这个贾马尔他打得更舒服 对 如果孙维强跟他顶上去的话 可能他一动都出不来了 对更顺了 没有其实呃 孙维强也不得已的鼓动 他不是不向前顶 就顶不动 不愧了吧 但是顶不动的话也总比一支阶长 顶不动又跟他去 这个擂台上很残酷了 跟我们的打篮球籃下一样 你顶不住对方那整个地盘都给人加啦 劉博瑾 S Ты recht będzie動的圈比較大 會動的圈小一點就好一點 Villain 那剛這個孫月キャ一腿踢到這個賈馬爾的膝蓋上了 現在他自己也會很痛的 車主 sane discover Wyllup 刘雨昕 我觉得即使往后退也要稍稳一些动作的 防守和进攻的转换稍稳一些 底下倒的碎步太多了 刘雨昕 虽然孙维强打过多场硬仗 但是今天有点 刘雨昕 虽然有点疲软 刘雨昕 虽然有点疲软 今天其实孙维强不知道怎么了 他一直打滑 因为双方的条件是差不多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体能下滑 然后有点软 刘雨昕 虽然是因为同样的场地 这贾马尔打滑的次数是几乎比较少的 而且可以注意啊 今天孙维强打拳这个着力点 拳锋都没有吃到这个力 刘雨昕 虽然是有点开掌了 对 那个都不对 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全程都在被压制 那对方的拳跟腿的打击力到这个点 阻力都还蛮不错的 弱点比较准 从拳锋这边出去了 是 状态不是很好 孙维强今天 讲的拳锋就是拳头握起来 那个突起来的那几块 通常是由食指跟重子的拳锋来打到对方 队主现在把防守都拿也来 有点挑衅的意思 对 好 又再来一个候选 再一次 这变化 这打了一个大腿 是 孙维强也来 因为有时候对方出一个大招 你一定会分的 因为想说没有面子为主也会啊 是 哦 很危险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防守拿好 感觉维强抱架今天有点松 身体也有点松 对 身体力量没出来 有点像棉花一样 平常都打70 然后这次升级打75 然后感觉有点不适应呢 没有 孙维强一直是75 一直是75 对 好 这个没关系 人的状态有时候高高低低的 对对 正常 对 这场回去之后 他要想办法再调整一下 再调整回来 孙维强想说打最拳 一直打滑 孙维强 膝盖有点软 膝盖有点软 注意一下 好 比赛即将结束 孙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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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1号裁判 27 比30 2号裁判 27 比30 3号裁判 27 比30 比赛结果 来 放射